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态生动 神势逼真 醇厚的彩绘给天王殿增添了几分护发庄严之感 仰望庭院的天空 开阔无影 似虽小 却有一种整洁有序 清幽宁静之感 在寂静的空气中 银杏树上的鸟正悠然地吟唱 风声袭袭 眼口的风铃声叮当萦绕 金顶香炉中的青烟在缓缓地向空中鸟绕 肃目凝重 恰逢种下季节 刚种的莲花正盛 映沉在微风摇摆的荷叶中 给祥和平静的庭院多了几分禅意的灵动 回廊壁上刻有历代高僧的诗文书法 雕工如此精湛 好似刀笔 在末世上酣畅游走 透过寺院的侧门 一条曲景通幽竹林小径 在半透的阳光下充满了人文诗意 剑出寺的大雄宝殿始于同志十年 在大包恩寺三藏殿原址上建造而成 在重修剑出寺的过程中 大殿进行了高质量的翻修 比起其他宏伟壮观的寺庙 剑出寺大雄宝殿的陈设装饰 更印合了紧凑而精巧的江南特色 大殿城回子行布局 法相庄严的释迦佛 在火焰云的背光浮雕前端坐 背面的观子在菩萨在海潮中 正会目垂望着娑婆世界 慈悲地聆听着众生的疾苦 大殿两侧是错落有致的十二元诀 和十八罗汉 形态各异地围绕在文殊普贤周围 把整个殿堂烘托得像磨牙石窟般的壮观 来到建筑寺的祖师堂 真是让人倍感震撼 这里高僧辈出龙相迭起 涌现了大批匡复佛法利益有情的大德祖师 其修行得业甚广 不管提到哪一位都是明观天下的佛门宗师态斗 如康僧会 会达僧佑 可政 憨山 雪浪 古心 三位 岳霞 帝仙等 从东吴时期的康僧会开山 历经两进 南北朝 随唐宋 原明清 极近现代的高僧大德 历史长达1776年左右 从彩塑衣着上能反映出各时期出家僧人的历史风貌 特别是最中间上座带有一语形帽 双手托着紫金铜瓶的大师 他就是建出四开山祖师康僧会尊者 康僧会 祖籍康君 故称康僧会是他的名字 因世居天主 后随其父经商一居交旨 僧会十一岁时 父母双亡后 玄疾出家 吴池乌十年247年到建业 金兰经 摄像行道 为孙权赶得佛谷设立 孙权探福 于是为康僧会造建出寺 并建阿玉王塔 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设立 康僧会还曾在建出寺 翻译六度集经 就杂皮语经 并驻安波首义 法经经等经 西晋五帝太康元年280年9月 康僧会构继而终 建出寺在中国佛教史上 有着举租轻重的地位 它是孙武时期江东首座寺庙 是南方最早建立的佛寺 以称江南第一寺 是经大报恩寺的浅身 原寺毁于战火 但在建出寺的遗址上 历代不断有新的寺庙崛起 寺民也屡屡更异 今为长甘寺 宋改天席寺 远改慈恩经中教寺 名为大报恩寺 建出寺屡废屡见 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 梦幻的明煞山月牙犬 给坐落于河溪走廊的敦煌墨高窟 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话语 敦煌墨高窟 是中国石窟中绝无仅有 它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璀璨的艺术宝库 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过的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见证 在敦煌墨高窟 开凿于唐初的三百二十三窟 尾壁上半部 自西向东 共会有五组画图 壁画内容多为佛教史和历史人物实际 其中第五组壁画的内容 便是三国东吴史 康僧会为吴王奇或设立的故事 此幅康僧会建业传法图 是南京这座文化古城 在敦煌壁画中的唯一记载 画幅呈树长方形 画面质朴 人物造型形象生动 色彩简洁 并偷着古法气韵 画面正中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那颗天降的感应设立 所散发出的四射光芒 康僧会 正向孙权介绍并进线设立 画面的左上方 为康僧会正泛舟前往剑业的路上 画面的下方 则是孙昊正前程的双手和石 跪拜康僧会 而画面的右上方 反映的是秦淮河旁的剑出四星剑 已出具规模 整个故事都安排在山川纵横 秀丽风光的江南美景之中 这也说明了佛教除了陆路传播以外 还有一条海上传播之路 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也是一个文化概念 江南之美因水运而传情 因此 烟雨总办寻着江南 使得江南一词 从地理概念成为了中国传统意经美的文化象征 历代文人描写了许多烟雨江南的诗句 最著名的就是杜牧的江南春 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 楼宇重叠的庙宇 沿引于朦胧的烟雨中 这是一种诗话同源的意见 据南史记载 南朝两五地崇佛 在今天的南京新建佛寺达五百多座 才有了杜牧 这具千古家具 然而在江南的484中 谁是第一座寺庙呢 乾隆皇帝在他的诗文中写道 南朝484 唯有建出 真 最初 对中国佛教文化来说 江南可谓是佛教早期 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重要落脚点 自南朝 隋唐 直至明清晚近以来 禅 教 律 密 净等诸多重要的佛教宗派和思想学说 都在此地开枝散叶 传持无尽 因此 从佛教的发展史看 江南佛教地位显赫 然而 形成江南佛教的根因 是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 以及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等因素有关 在中华门外的大宝安寺遗址公园内 最让人夺目的就是那座93米高 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建造的新宝安寺塔 新塔是在原琉璃塔的遗址之上附建的 明代大宝安寺琉璃塔的总设计师是明成祖朱蒂 他告诉天下世人大明帝国拥有天下第一塔 而将人们用精湛的技艺塑造了琉璃塔三角 让天下第一塔实之名归 当时的欧洲人把南京磁塔视为古老中国的象征 称之为中国之大古董 永乐之大摇器 与古罗马斗兽场 比萨斜塔同等誉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 也是当时中外人士游历金陵的必到之处 这一历史之最也被安徒生写进了童话故事 《天国花园》中 在大宝安寺三藏殿遗址上重建的建出寺 这对于佛教界来说可谓意义深远 空前盛大 作为佛教圣地 这片净土与佛法僧三宝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是在明代大宝安寺遗址内 发掘了沿用宋代天玺寺的地宫 出土了佛陀的真身佛顶古设立 以及感应设立等诸多汉士文 再者就是在今天的建出寺 也就是元三藏殿遗址处 发掘了僧宝唐玄藏的顶古设立 第三则是浩瀚如海的永乐南藏 共6331卷的传世名著的全套雕板 曾长期藏于大宝安寺中 清风明月中的建出寺 田静而悠然 一切归于静寂 夜深人静的时候 听见蓝殿眼角上叮铃的风铃声 向着远方悠扬的扩散 宛如在聆听一曲动人的乐章 仰望夜空中的明月 此刻任由念头轻无飘扬 那种感觉如此惬意 舒畅 像置身于旷野之外 辽远而悠长 刹那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坐如士官 这首摄人心魄的经典之计 便涌上心头 在这种被繁华包围的 寺和小院中 心邪红尘的喧嚣 被溢造而光 内心的清静安宁感 也在冉冉生起 不由得在心灵深处顶礼 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